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直都是说希望侯友宜呼吁柯文哲赶快到马办来会面 但是虽然等到最后一刻但峰回路转最后竟然变成是说 是由柯文哲跟郭台铭租下了在军越酒店的一个会议厅 然后要邀请马英九前总统包括还有侯友宜以及朱主席来到这个地方 大家说要在一个大的空间里面公开的来会谈 让大家一起来看这个蓝白整合的一个过程 你看到这个是稍早之前马英九前总统还有侯友宜 抵达军越酒店时的画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侯友宜他的表情一路看起来非常的轻松 而且始终都面带微笑 看起来似乎是心情很笃定 并没有觉得说这个蓝白会破局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前往这个会议厅的一个画面 那么现在他们正在等待的就是柯文哲要能够抵达现场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因为他们已经做定位一段时间了 但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柯文哲的现身 那么在先前其实因为是由这个马英九来促成上一次 上一次在几乎破局的时候是由马英九来出面 呼吁他们再次的来比民调最后还签下了六点的协议 当时是所有人都觉得说蓝白整合要成了 但没有想到民调突然一下好像又谈不拢 结果又谈崩了 好 那么在今天峰回路转 终于蓝白和来到了最后一场关键的谈判 现在几乎双方都已经包括了这个侯友宜都已经到达军越酒店了 他事实上是连最后一步都让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谈判地点都让 因此现在包括了马前总统都已经来到现场 就等柯文哲现身了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介文及介大使 你怎么看待这个历史性的画面 也就是蓝白整合的最后这一场会谈 你怎么看你认为会如何发展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这个蓝已经展现最大诚意了 所以说希望柯先生还是能够准时现身 这个事情就是说关乎近七成台湾民众的一种心愿 所以蓝白和是众望 众望所归的一个政治方向 如果说最后没有合成的话 我想双方都会受到很大伤害 伤害是会相当持久的 因为让民众失望这件事 是所有政治人物跟政党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那当然现在时间上是还有时间 因为今天已经是二十三号 明天五点钟之前 只要那个中选会不要作怪 搞成四点钟收件就给你截止 那都还有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谈判最后都是时间压力造成的 现在我们就看到时间压力在对这件谈判 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整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的话就是说 基本上这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民主政治发展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机会 政治要学会妥协 要做理性的妥协 那坚持己见到最后搞出破局情况的人 我想在历史上都不会有什么好的 好的怎么样 好的评价的 因为政治是不断的往前演进 往前演化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要给台湾的 带来一种新的政治 带来一种新的文化来讲的话 这也是符合柯P的一句想法 这是给台湾政治带来新政治文化的一次机会 第三次民主改革 第三次民主改革 那么这一次如果能够踏出这一步以后 台湾是海阔天空 那么而且蓝白河以后 确保这个台独政权不会让人 也解救于台湾老百姓 于一场危机之中 我可以这样说 1月24号 事实上它的结果就已经会决定 11月24号的这个蓝白河的结果 就会决定1月13号的结果 所以我们蓝白河合了好 那么基本1月13号结果大概也清楚了 所以11月24号是决定 未来台湾命运很重要的一天 那希望今天就会有一个很好 让大家都能够非常满意的结果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柯P的这位身边的这个 徐甫跟周渝修出现了 但是还没有看到柯文哲 都已经现身了 这两个比较鸽派 比较鸽派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们就怎么讲 我们就乐观其成 好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现场一个最新的画面 虽然说其实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这个三个人 都已经坐定位了颇一段时间 但是始终没有看到柯文哲的出现 不过在刚刚稍早之前 民众党的几位重要的幕僚来到了一个现场 包括了这个科办的主任周渝修 还有呢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徐甫 是应该是这个副发言人 好 在这个现场呢 他们正在跟 刚刚有跟马前总统 也跟侯友宜曾经有打过招呼 然后呢有一些焦头接耳的悄悄话 不知道到底是在传达什么样的一个消息 事实上呢你可以看到马前总统呢 他呢不断地在从他的这个口袋里面 是掏出了他的纸笔吗 好 那么目前呢 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到底在等什么呢 因为这个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了这个侯友宜 还有马英九前总统 他们差不多是在四点五十几分的时候 就已经抵达到这个会场坐定位 一直在等待啊 但是目前为止 柯文哲是迟迟都还没有现身 所以呢这个所有人都正在屏息以待 希望能够看到这个蓝白河的 这个最后的世纪会谈 能够赶快登场啊 好 不过我们来看呢 就是说这个画面我们目前为止 大家都在屏息以待当中 但是我们要请教一下蔡振元委员 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整过程当中 蓝白河是 有人说是歹系托棚 刚刚说这个这个我们毕武委员说是 好久成忘迪啦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那边其实是让到了最后一步啊 包括了原本讲好说呢 这个侯友宜原本说是已经跟柯文哲讲好了 说是今天要在马办等到他等他到最后一刻 但后来突然一下就变成说地点改到了军月酒店 而最后呢侯友宜也是欣然接受了 他还是决定放弃他对于地点的坚持 来到了军月酒店来复会 那目前正在等待柯文哲现身来会谈 你怎么看待这场即将要登场的这个 蓝白河的最后会谈 当然期待好久点忘迪啊 而不是爬虎拖皮啦 三个愿意见面总是是好事 但是我也不必去说谁让谁 因为会有这场会很清楚的 最关键的是侯友宜打电话给郭台铭 叫郭台铭来整合大家三个一起见面 就是起心是因为侯友宜打这种电话 那至于后来郭台铭写得很清楚嘛 到底是没有连事后让侯友宜呢 让柯文哲哭等啦 小孩子这个后来没有讲好啦 那好不容易今天啊 这个本来是讲好事说 有柯文哲安排场地嘛 那柯文哲本来是安排就在郭台铭家嘛 那侯友宜又说不方便去郭台铭家嘛 那就好吧就侯友宜就讲说 那改到马办嘛 那柯文哲说我已经安排好了那个 可是最后去付钱是郭台铭 那个军列酒队付钱郭台铭 郭台铭就很体贴啦 包了三大套房 这个所谓活友宜有一间 然后这个郭台铭自己一间 柯文哲自己一间 就是说双方面可以跟幕僚好好商量 待会要开会讨论 总之好事啦 那我只是觉得 哎呀这三个人 怎么那么相信风水 还要看时间时辰 还要看地理 这个太复杂了一点 那这个军列酒店是有很多国际重要场合的 我想介大使在里面参加很多国际活动嘛 主办过很多国际活动 那希望我们在国内活动也要很好的成果 这个是我们大家终身盼望的 那如果说真的要合作 其他以前那些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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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的事情 就一笑民恩仇 一笔勾销才能往前走 说然听一点你们三个有什么好在那边自我借地 两三个人也不长得多帅 也不是金城武对不对 也不是林志玲对不对 你们就好好绰合为台湾打拼嘛 你们是斗士 你们是战士 你们要为我们大家去打拼这个新的天地出来 那如果还在那边计较一下 你先到我后到 你这场地不是你不好那你好啊 对不对 不宜啦 不宜 在这边紧紧计较 那大人要做大事 不要在这些小事情上转 这应该是我们大家乐见的 那今天就开天窗说亮话 你们三个简单讲要分工合作 要共治台湾 谁当了总统不是说我一锅端都是我家的 没那回事 联合政府政党合作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分工合作 这个你即使坐在驾驶座上 不要忘记后面有人推耶 对不对 有人要加油耶 对不对 有人要修车的对没那么容易的 那如果说这个讲好了 这个谁要坐正驾驶坐 谁副驾驶坐 那谁坐在后座 大家讲好了 那就开始要去安排竞选活动 要去处理双方面的支持者 各自的竞选团队 用最快的速度组成一个最强的战斗团队 然后对我们60%的人有所交代 让60%的民心这个够恢复回来 要不然这两天 这个拦了一大堆发言人 网民网军罵白的网军网民 整天在那边吵得很无聊耶 对不对 那你吵给谁看 吵给赖青德看 赖青德看到你们两边吵了考虑 他心里开心得好 不得了 他本来每天晚上都要喝阿斯巴达 现在都不用了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们正要吵来吵去 或者好吧 你们不开心就来骂我吧 对不对 我也不太在乎你们这些人 所以要放下心情 要冷静面对未来更激烈 更残酷的选战 你不要以为赖青德跟萧美琴是好应付 可没那么容易 你不要以为加钱民调比他高 就表示 就经得起炮火攻击 不只要带个钢盔 你要看看 要比以色列战场穿更多 我们来K一下现场最新的一个发展 因为事实上其实 在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好有遗憾 前总统几乎是在四点的四十几分 五十分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抵达了会场了 我们要请教一下淑慧 因为其实国民党的三巨头 在应邀来到了军岳酒店 赴邀 而且来到了这个会议厅 坐下来之后 大概已经等了差不多 二十分钟左右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现场 记者此起彼落不断地拍照 有这个美光灯不断地闪烁 打在他们三个人的脸上 表示记者也通通都在等待 可是在这个时候 柯文哲作为一个主人 邀请他们来到现场 已经二十分钟迟迟没有现身了 这是一个待客之道吗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情况 你怎么看 我也不晓得 因为时间地点好像都是科办这边去安排的 那是科主席还在外面呢 还是说已经在军岳了 只是还在忙什么别的事情 或者是说有什么其他的策略 或者是还在跟黄珊珊沟通 还在被他的女眷拉着 我不晓得 但是确实是有一点反常 传住他应该是人在饭店 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对 所以是不是他的 好像似乎准备要快要到会场 他的这个幕僚们 那一些不管是鹰派们 是不是还在拉扯 还拿他的手机 拉他的衣服 我不晓得 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一个最先的画面 因为柯文哲似乎是终于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我们听一下现场的声音 我们要把这些人看了 有些人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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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似乎是在 阿波在这个国民岛山巨头 到达了金月酒店 坐定位之后 二十分钟之后 珊珊来迟 是终于来到了 整个会议厅的一个现场 我们现在要来就座了 是由郭台铭坐在马前总统的旁边 而柯文哲主席是坐在整个常会议桌的一个最左边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现场的最新画面 好 请台上的几位看 先看中间的摄影机 先看中间的摄影机 这位小姐会不会挡到 可以吗 好 先看中间摄影机 好的 中间区好了吗 好 来我们换右手边 各位几位看右手边 右手边的摄影区 好的 可以了吗 右手边好了吗 好了 好 那我们再回到左手边的摄影区 左手边的摄影区 左手边这边 谢谢 中间还要补吗 好 那请各位再看中间区再补几张 可以了吗 好 各位摄影大哥都可以了吗 好 谢谢各位 握手是不是 不用不用啦 我觉得五个 我们就请几位就坐 请请几位就坐 好 好 在这个重大的场合 我们首先 请接受 侯市长与科主席 双重委托的 在野整合的主持人 郭台铭董事长发言 我做的发言 好不好 今天是 选日不如挑日子 选地点 挑地点不如碰上地点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 我们感恩 所有的 他的人民 他的重要的政治领袖 能够供逢 这么一个盛会 于是我们主流民意在野大联盟 主要的 关键 重要的 领袖都在这里 齐聚一堂 在感恩节 反正这句话 感恩 因为各位媒体 你的关注 你们的 今天 利益 我做主人的 非常非常有面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我也非常感恩 选地点不如碰地点 这是我 2008年跟曾欣宇 结婚的时候 我马前总统 来过正温 中午正温的地方 晚上晚宴的地方 就选到同一个地方 对我来讲 又是感恩的日子 又是对我 结婚的日子 从这两个点出发 我们要清存感恩 要清存 这样的结局 是美好的 因为在马英九 前总统的扶正之下 我跟曾欣宇 生了三个爱情的结晶 这符合零到六岁 国家养的标准 然后呢 也在马英九先生 这个扶正 见证之下 好 我们请教一下 介大师 你可以看到 好不容易 现在终于峰回路转 几个人又坐在 这个会议桌上 准备要开始进行 蓝牌合的最后整合谈判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征兆 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 这么大的阵仗 这个 是一个非常正面 非常正面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这个 郭台铭先生扮演 举足轻重的角色 那这个 我们要仔细听 他这些讲 这些话中的意义 一直唐掉感恩 感恩 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到最后这个结合 总有一个正一个负 对不对 负的要 那个 正的要感恩负的 负的也不要 也不要 也要感恩正的 这个 基本上都是为了国家 对 所以我讲 他这个话是有铺陈的 那他也很感谢马总统 为什么 因为他特别借着 他自己在这个 同一个场地 跟曾欣盈女士结婚 是马总统替他扶赠 所以他很感谢马总统 所以他没有抢住 抢掉所有的光荣 那不要忘记 前两天的时候 三天前是马总统 等于说 这个 这个挺身而出 那现在我们又看到 这个郭台铭挺身而出 真的我们已经看到希望 我们看到 我们国家的希望 就是说这一些 掌握极大资源的人 今天能够坐在一起 在决定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的未来 这是历史性的盛会 我想他们一定会 好消息告诉我们 所以今天他们来到这边 这个坐在会议桌前面 其实是打算要 在全民的面前 来像昨天一样 这个侯汉挺跟张思刚 不会啦 今天拍公司就太好笑了 所以应该是已经 私底下讲好了吧 讲好了 所以淑慧怎么看 我觉得会这么 大家其实杀 基本上除了柯主席以外 好像其他都充满了笑容 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 没有 柯主席是严肃嘛 神圣的心情 所以我想今天应该 已经是一个确定了 而且也不为什么 真的在那边谈说 以后要怎样 应该大家的共识 就是像刚刚蔡振元委员说的 为了中华民国 为了台湾拼一次 因为这几位很有可能 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一战 我不能说最后一战 但一定是最重要的一战 那这一战 如果可以扳倒民进党 如果可以让台湾重新回到 不管是经济上 或者是安全上 重新回到一个正轨的话 我想这几位都有 他的历史定位 那选战已经剩下最后五十几天 过去的那一些吵吵闹闹 那一些悔 欲 其实都不重要 那些个人的悔 欲 个人的情绪 其实都不重要 相较于整个台湾 相较于整个国家的未来 都不重要 我们每一个在选举的人 都要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在选举 不是为了只是选自己这个位置 而是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位置 我们希望为国家做些什么 我们只是选一个立委 我们都有政见 都有梦想 都有理念 那这些是要选总统的人 他们一定也有自己对于国家的理念 对政治的想法 想要去实现 可是你没有赢 什么都是空的 你赢了以后 你才有办法把自己对于政治的想像 国家的路线 慢慢一点一点的去推 这是很现实的 你如果没贏 我就说 他们两个人 1月13号是两个人 一起喝胜选的香槟 还是两个酒 这就是说 不然我们两个去喝一个米酒 戒酒消愁 这个是很现实的 我们所有民调那一 这几天大家都在增缩 九份 六份 谁赢谁比较多 让什么什么 你们怎么不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你们两个合就是赢 就是赢嘛 对不对 两个人合就是两个人都赢 两个人分就是两个人都输 这是另外一种民调的看法 只看输跟赢 只看你们跟赖清德这两组 输跟赢 只有这样子而已 选举只有输跟赢 总统选举只有一个人会赢 第二名就是落选 不像我们市议员 我选市议员第二高票 然后我就开新的钥匙 第二高票 但是你总统不能说 我跟侯友宜跟柯文哲说 不然我们两个拼一个谁 谁是第二名 谁是第二名 一点都不重要 台北市长陈时中是第二名 就是败选者啊 就是落败者 就是失败者啊 所以我想这是他们几位过去 一定他们放在心里面都知道 都清楚知道 但是为什么会纠结这么久 双方都有 第一个自己的支持者的心情要顾 自己的支持者一定都希望自己支持的那个人 是摆在正的那个位置 柯主席也有他百万的支持者要去面对 国民党也有百万 甚至是几十年长期的支持者要去面对 第二个身边的幕僚 身边的幕僚跟随着你 目的就是希望成为赵王者嘛 所以我身为一个主帅 我要考虑我的支持者 也就是我的老板嘛 人民是我的老板 也要考虑一直跟随我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会有人说哎呀 你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啊 或者是什么 大家怎么反反复复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身为主帅 你要兼顾那么多人的心情 你不能很率性 人家说柯文哲是一人政党 民众党是一人政党 就是因为他一个人 他就要兼顾那么多人更辛苦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现场